名嘴李斌儿子喊露面,他800万豪车好卖力,开店三轮在爸爸超熟练。 近日,著名主持人李斌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一段与路人采访对话的视频,其儿子的罕见出镜露面引起网友热议。 视频中,现年56岁的李斌打扮接地气。 只见他身穿厚重的羽绒服,围着围巾,脸上还架了一副墨镜,发型也经过打理,整个人看着很显精神,状态在线。 而李斌身后,还站着其儿子,长相干净,戴着一副眼镜斯文得体。 据悉,李斌儿子正在擦拭的这辆某著名品牌轿车,其品牌同系列的车型,均价超过700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豪车。 而李斌儿子也很是卖力,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擦拭动作,把车盖擦得正亮。 反转出现在父子俩即将离开的时候,李斌说要走的时候,其儿子作为司机去开车,没想到开来的竟是一辆电动三轮,并不是早前擦拭的豪车。 李斌还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下次不要老擦别人的车,儿子熟练把三轮车开走,话锋一度变得搞笑。 对此,网友们也在评论区纷纷留言说道,李斌老师也太幽默了,果然是儿时的记忆。 还有网友感叹道,小时候看节目李斌老师的儿子还是小孩,如今已经一表人才,后生可畏。 对于李斌,想必大家不会陌生。 作为电视黄金时代的主持人,李斌主持的超级大赢家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如今的李斌脸上已经明显能看出岁月的痕迹,这也是他与疾病战斗的记号。 就在中秋节,李斌还晒出自己的住院视频,面容憔悴但依旧面带微笑,令人心疼。 现在呢,李斌也是在尽情地享受生活,他常常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向大众分享日常。 最近,他还在家中一时兴起跳起了舞,舞姿妖娆,粉丝放飞自我,即便隔着屏幕,网友们也能感受到乐观和喜悦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